今年5月份的时候 COVID-19来势汹汹 精准大量的安全筛检 成了打击COVID-19传播链的重要关键 但是宜蘭县内各医院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为了防堵疫情 医护人员只有在户外搭设 检疫棚架的筛检站中进行裁检 设备简陋且暴露在 无镇压无密币的不安全环境下 使得检疫人员感染风险极高 同时医护人员在户外闷热的环境下 需穿戴全套式的防护衣裁剪 虽然汗流浃背 但仍要坚守防疫岗位十分辛苦 国际扶轮社台湾地区12地区的扶轮总监 发现全台各医院筛检站的不足余简陋 于是在3481地区2021到22年 总监黄永辉的号召下 联合全国12地区 发起捐赠移动式镇压筛检站的善举 宜兰县总共获得捐赠9座的镇压筛检站 提供医护人员更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县长林芝妙在今日特地颁发感谢状给福人社 我觉得宜兰官最有很精美 虽然台湾官135座 不过宜兰我们管长就要报这时间 来做这个活动 感谢福人社 我本身是努力人 我们宜兰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优先处理 谢谢 尤其我们宜兰有我们这个管长你看 管长没有这样炒到山皮疤 要感谢我们管长是宜兰人的福气 同时林芝妙也表示 首先非常感谢福人社长期以来对社会的付出奉献 坚赠了我们的这个镇压的移动式的筛检站 那总共福人社国际福人总共有135台的筛检站 但是依然县本来高台 所以我们都分布在7个医疗院所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 国际福人热心共一站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